我们的Linda 我们的这个录音 来自越南的我们的芳花 还有我们的玉梅 余飞 还有秀萍 你看我名字都记起来了 真的是这么美丽 我们掌声欢迎 我们也同时把这掌声献给我们在座所有 一起加入文化之工的朋友们 请坐 他们真的非常美丽 我刚说我真的是身为部长 我很羡慕各位的国服 跟服饰这么的漂亮 那就像他们身上的衣服一样 由于新住民朋友来到台湾 选择台湾当新故乡 其实就把各位母国的文化带进了台湾 我们都知道说台湾是一个多元的文化 那么移民社会有到丰富的各个族群的文化 但是因为新住民朋友的加入 让我们台湾的文化 大家的台湾文化更多元更丰富 所以在此今天想要非常感谢 大家能够选择台湾做新故乡 我们一起成为这块土地上共同的台湾人 所以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感谢所有新住民的朋友 那新政府我们总统非常重视新南向政策 希望我们跟南向国家 东南亚国家彼此能够更紧密的来交流 我想新南向政策不是只是市场的拓展 不是只是经贸的往来 更重要的叫文化先行 应该要更增进彼此文化的认识 而这个文化的先行要从台湾内部做起 我们要让台湾的多元文化 跟在台湾我们的新住民朋友的母国的文化 要更能够有紧密的了解跟认识 互相的交流 我们相信会激荡出更多元 更丰富的文化的内涵 而各位在台湾的新住民就是我们的大使 那透过各位担任大使这样的一个桥梁 可以让台湾跟东南亚各位的母国 我们可以建立更深厚的认识 所以我觉得台博馆过去邀请各位担任文化大使 各位付出时间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那我希望在今天呢 我一方面期许我们自己文化部 其他的这个文化的这个馆所 也能够推展这个经验 我们将邀请我们相关的馆所 也能够来把这样的经验继续的拓展 所以呢一方面今天要邀请 我们更多新住民朋友 也来加入这个文化服务大使的行列